他看得清清楚楚 一双巨大的翅膀在炫目的光芒中展开 那销瘦的四肢 正是他在西海猎蜥里 一次又一次刺穿的同一只怪物 是他杀死过无数次的那只 扑通扑通扑通 他的心跳急剧加速 冷汗从他的手心和后脖梗滑落 他感觉自己的双脚 像是生了根似的 动弹不得 他意识到了一件自己本不愿面对的事 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原以为自己对这只怪物最为了解 可或许他其实一无所知 车一载试着向前迈出一步时 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拉了回来 李思英表情冷峻地摇了摇头 在怪物的翅膀后面 夹杂着黑色与金色的头发随风飘动 蜜蜂正呆呆地仰头望着那只怪物 你一张毫无表情的苍白面孔回望着他 再也看不到他曾经熟悉的那羞涩 带着些许不确定的微笑 或是那张熟悉的脸庞 慢慢地一张小嘴张开了 接着啊 一声尖叫响起 空气都为之振战 蜜蜂本能地拔出细剑向前指去 但他行动起来并不轻松 就在片刻之前 那只怪物还是他的同伴 一个念头在他混乱的脑海中闪过 或许有办法能让他们恢复原样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他扇动翅膀带起的蜂 锋利地仿佛能划破他的皮肤 那萧瘦的身躯 搭拉着的四肢 毫无表情的脸 他已经不再是人了 他只是一只怪物 不可能的蜜蜂苦笑着 他从眼前这只怪物身上感受到的 只有敌意 他不能因为毫无根据的希望而犹豫不决 他双手颤抖着 握紧细剑 双腿分开 摆出了一个他练习过成千上万次 不 是数万次的姿势 准备迎敌 怪物张开双臂 锋利的爪子朝他猛扑过来 死 蜜蜂从来都不想成为一名猎人 当其他人都梦想着觉醒 都希望成为猎人的时候 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梦想 恭喜你入选青年国家队 他想在基建领域做到最好 他想一直从事基建运动 基建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在安静的赛场上 他比任何人都耀眼 他有信心能站在巅峰 但就在他即将成为世界青年排名第一的时候 系统选中了他 所有人都为他感到惋惜 觉醒者不能成为运动员 这关乎公平 从逻辑上讲他能理解 普通运动员和觉醒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但他的心却难以平静下来 他所建立的一切 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就这样 刘采贤的人生仿佛失去了一次 直到那个在他迷茫时 向他伸出援手的人出现 我是莫泰武 我没打算加入任何公会 我知道 我听说 你拒绝了其他所有公会的邀请 那你为什么在这 我想见见你 为什么 你看起来像是个不喜欢自己被觉醒的人 我也是 所以我才想和你聊聊 莫泰武是个怪人 作为一名火属性觉醒者 他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 但他却很安静 而且看到一个像熊一样的男人 如此小心翼翼的行动 还挺有意思的 嗯 刘采贤也没什么不同 他们俩都厌恶自己觉醒后的身份 他们彼此理解 他觉得 要是和他在一起 加入某个地方 也不算太糟 从底层做起 说不定还挺有趣的 于是 他就成了蜜蜂 蜜蜂缓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 一丝连衣 在他平静的思绪中荡漾开来 然后 当 就在怪物的爪子 即将把他的脑袋撕裂之前 他的细腱 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心脏 白色的血液 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 他抽出剑 又在心脏附近刺了一下 接着迅速地反复猛刺 当 当 当 随着锋利的剑刃 刺穿他那单薄的身体 怪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没过多久 怪物的四肢颤抖起来 然后瘫软下去 直到这时 他才完全抽出细剑 白色的血液 从剑间滴落 蜜蜂低头 看着横躺在破损机器上的怪物 喃喃自语道 我 没看错吧 一个人 他把剩下的花咽了回去 然后在怪物面前跪了下来 他伸出手 轻轻地触碰着 他那苍白的白色手臂 仿佛在触碰一件珍贵的东西 最后 他低下了头 车一仔静静地看着他 突然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 他在西海猎戏里杀死的那些怪物 难道实际上都是人吗 这时 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口罩 一个低沉的声音 在他耳边低语道 别去想了 我告诉过你 你想得太多了 车一仔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又闭上了嘴 有时候逃避是必要的 但现在不是那种时候 不 没关系的 他需要知道 自己一直所忽略的事情 车一仔小心翼翼地 把李斯音的手 从自己的口罩上移开 然后朝蜜蜂走去 他察觉到他的到来 抬起了头 他的眼睛红红的 但没有泪水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说道 这具尸体没有消失 对 通常情况下 他们会化为灰烬 然后消失不见 我对付过的那些 也都不会流血 心脏被刺穿的怪物周围 汇聚着白色的血液 蜜蜂站起身来 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 我打过的那些怪物 也是这样 也许他们是很久以前的 变异生物 但这只 它刚变异就死了 西海猎蜆里的怪物 一旦被刺穿 就会化为白色的灰烬 它们会不会是 来自一个破败世界的人类呢 车一仔 是不是通过杀死 来自一个沦陷世界的人 而活了下来呢 孤独 把有毒的昆虫 一起放进一个蜜蜂的罐子 被困住后 昆虫们会为了生存 而相互攻击 相互吞噬 而最后剩下的那一只 蜜蜂把细剑入鞘 然后把怪物那贪软的身体 扛在了肩上 它消瘦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至少我们成功捕获了这只怪物 对吧 任务完成 走吧 我真的想休息了 蜜蜂迈着沉重的步伐 向前走去 车一仔默默地看了它一会儿 然后脱口出道 哭出来也没关系的 它停了下来 原本不稳的脚步也停住了 蜜蜂没有回头 相反 它简短地回答道 谁说我在哭了 蜜蜂背负着那些 被它杀死的人的重量 继续向前走去 车一仔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 跟在后面 李思英走在它旁边 即便如此 它还是能听到 它轻轻地抽气声 嘎吱 嘎吱 蜜蜂走过灰烬时 脚步停了下来 它皱起眉头 环顾四周 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它了 城堡 对 真奇怪 为什么它没出现呢 车一仔也开始环顾四周 他们听说 在HB工会的青石地牢里 有一条路会直接通往城堡 照理说 现在应该能看到城堡了 但眼前只有他们一路上看到的 那片荒凉的荒地 没有城堡的踪影 甚至连一座建筑物都没有 李思英交叉双臂 你确定我们没迷路 你真觉得我方向感那么差吗 我记住了路线 一路上都留意着的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呢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 车一仔悄悄开启追踪之眼 扫射着周围的环境 除了他们之外 似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生命形态 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建筑物 只有这片被灰烬覆盖的荒地 他们会不会是迷路了 又或者车一仔轻声问道 青石地牢有没有可能实时扩张 比如青石范围不断扩大 蜜蜂和李思英对视了一眼 蜜蜂先开口说道 我们这边没有这方面的报告 你们那边呢 我们也没有相关报告 但这确实值得考虑 毕竟两座青石地牢 一开始就连通起来 这件事就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 对 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一边走地牢 一边在扩张 这就是我们看不到城堡的原因吗 蜜蜂尖锐的声音在荒地上回荡 他们面面相去 恍然大悟 蜜蜂大喊道 所以我们现在被困在地牢里了 嗯 但谁知道呢 也许 如果我们跑得比扩张速度快 就能逃出去 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蜜蜂试图去踢李思英的小腿 但李思英灵活地躲开了 及时向后退了一步 蜜蜂没踢到目标 又向前扑了过去 看着他们俩你追我赶的 车翼宰揉了揉额头 和这支队伍在一起 我可得保持警惕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其实大家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 当物之解 蜜蜂竖起食指 我们的食物和水都不多了 而且 这儿也没有怪物 可跟我们或许不解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同意吗 怎么离开 我们现在就得想办法 哦 我还以为你 既然说得那么自信 就已经有什么绝妙的计划了呢 你觉得光靠说说 就能出现一条出路吗 我们得先评估下情况 你个笨蛋 好像之前玩闹还不够是的 他们又开始偏离正题了 车翼仔走到两人中间 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 等等 咱们别吵了 就按蜜蜂的建议 先评估下情况吧 看吧 这儿总算有人说话靠谱了 李思音交叉双臂 挑衅地看着他 看他还能说什么 车翼仔轻轻叹了口气 有哪些从地牢出去的办法呢 要么找到我们进来时的入口 要么干掉地牢的首领 但现在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 你也看到了 这儿什么都没有 这轻蚀肯定是在实时扩张 对吧 没错 城堡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但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过这速度挺奇怪的 我以前从没见过 我也是 有那么一会儿 李思音和车翼仔对视了一眼 这会不会和李思音 不再担任看守者的角色有关呢 红一诚只是个幌子 无法阻止这个破败世界的崩塌 李思音似乎也在想着同样的事 他边说边掰着手指关节 我们继续往前走怎么样 盲目地走 既然这些地牢是相连的 那他很可能也和其他青石地牢相连 那边说不定还有完好的出口呢 听起来就像一场无尽的旅程 蜜蜂沮丧地咬着嘴唇 但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出发吧 趁还来得及 末日之后的世界一片死寂 在这个停滞的世界里 只剩下三个人 留下了他们存在过的痕迹 三串脚印在白色的灰烬上延伸着 车翼仔抬头望着朦胧的天空 这熟悉的景象让他的心难以平静 他杀死的那只怪物曾经是个人 他又一次被困在了一个破败的世界里 他本以为自己终于已经摆脱了过去 但现在他咬紧牙关 他的脑袋嗡嗡作响 心跳加速 他呼吸困难 后脖梗冒出了冷汗 他宁愿去和怪物战斗 也不愿在这片荒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他感觉自己都要吐了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他看着前面的其他人 自己会不会拖他们的后腿呢 不停地前进 对大家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他该不该说点什么呢 他不想表现出自己的软弱 就在这时 车翼仔感觉有一只温柔的手 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睁开眼睛 发现李思音就站在他面前 他那张向来引人注目的脸上 写满了关切 怎么了 一直在前面走着的蜜蜂 也折返回来 查看他的情况 车翼仔张了张嘴 但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一个温柔的声音鼓励着他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 要袒露自己的内心想法很难 一直都是如此 人们从来都对英雄的凡人 一面不感兴趣 但是 慢慢地 车翼仔抬起了头 他相信李思音会倾听 会在意 真的很抱歉 但是 嗯 你觉得我们能休息一下吗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不 也不完全是 他不确定自己戴着口罩 看不到脸 是幸运还是不幸 因为戴着口罩 他就得再多说几句 不解释清楚的话 他没法指望他们能理解 他在背后摆弄着双手 慢慢地说道 只是 有点受不了了 我在西海烈戏的时候 这种景象 我看太久了 所以 哦 蜜蜂捂住了嘴 车翼仔害羞地低下了头 不敢看他们的表情 他上一次坦诚地说出 自己的弱点 是什么时候呢 他甚至都不记得了 一个熟悉的 满不在乎的声音 轻快地回应道 嘿 正好 我也想休息一下呢 走了这么久 我的腿都累了 要我背你吗 不用了 谢谢 去给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吧 你就这么使唤我 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你可是这最有活力的 现在赶紧去 蜜蜂在空中挥了回拳头 李思音耸了耸肩 然后开始四处寻找 可以休息的地方 蜜蜂则走到车翼仔跟前 从背包里 拿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是一个水壶 渴了就喝点水 啊 等等 你戴着口罩 可能不方便喝吧 你喝完了 跟我说一声 我扭过头去 哦 不用了 我现在还不渴 一阵尴尬的沉默 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 蜜蜂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然后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转向车翼仔 对了 谢谢你 嗯 谢我什么 谢谢你跟我说 哭出来也没关系 他低下头 眼睛微微有些发红 说实话 我本来不想哭的 会让我看起来很软弱 你知道的 这又不是我第一次 看到队友死掉 我甚至还亲手放弃过 那些没救的人 但是 蜜蜂背上 还背着那只瘦弱的怪物 他看起来 并没有被他压得很吃力 就好像 这是他注定要背负的重量 我要是不哭 谁会哭呢 这儿 只有我是真正了解他们的人 确实如此 不管怎样 就这么着吧 看样子 李思英找到地方了 咱们走吧 李思英蹲在地上 朝他们挥了挥手 蜜蜂转身朝他走去 那只怪物的腿 在地上拖着 车翼仔理解他的感受 他自己也曾在一堆堆 血腥的残骸中翻找过 希望能找到 哪怕一小块骨头碎片 车翼仔走近时 李思英站起身来 用食指着地面 这儿有一条痕迹 痕迹 有什么东西 从这儿经过了 虽然这条痕迹 有点被灰烬覆盖 但他们 还是能清楚地看到那些印记 一排间隔均匀 笔直的压痕 看起来像是车轮印 既然没有完全被盖住 那应该是不久前留下的 蜜蜂的眼睛亮了起来 它会不会通向 另一个地牢呢 有可能 车翼仔抬头看了看天空 灰烬还在不停地飘落 他稳了稳心神 然后说道 在他被完全盖住之前 我们跟着他走吧 你确定 还能继续走吗 看到一点希望 还是有帮助的 车翼仔开了个玩笑 蜜蜂笑了笑 然后咧嘴一笑 没再多说什么 他们就沿着这条痕迹 开始走了 车轮印延伸了 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有些地方断开了 但每次断开后不久 又会重新出现 而且越往前走越清晰 希望开始萌生 他们有一种确定的感觉 觉得可能会遇到 另一个活人 觉得可能会找到 一条出路 走了也不知道 多久之后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人 车翼仔本能的 屏住呼吸 蹲了下来 李思音和蜜蜂也照做了 车翼仔迅速 扫视了一下周围 但没有任何活人的迹象 怎么回事 是他的能力出故障吗 不过李思音和蜜蜂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是他的追踪之眼 探测不到的呢 他眨了几下眼睛 不管是什么 他正越来越近 最后 车翼仔解除了他的能力 然后 有人在那吗 一个声音喊道 他们对视了一眼 就是现在 他们终于遇到 另一个活人了 说话的人 听起来像是可以 和他们交流的那种 他们该不该 试着和对方聊聊呢 毕竟 如果是敌人 到时候 他们也总能应对 那么 该由谁去开口呢 首先 那个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 看起来绝对很可疑 其次 那个爱出风头的男人 他一张嘴准没好事 第三 那个背着怪物的漂亮女人 车翼仔示意蜜蜂 把他背着的怪物放下来 他把怪物放下 然后站了起来 哈 看来得靠我了 蜜蜂骄傲地 把头发往后一甩 喊道 我是HB工会的蜜蜂 谁在那 传来一阵微弱的嘀咕声 然后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穿着一件 破旧的荧光黄背心 戴着一顶 有划痕的黄色安全帽 看起来相当困惑 猎人蜜蜂 你在这干什么呢 他看起来有点眼熟 车翼仔眯起眼睛 仔细打亮着他的脸 然后他的眼睛睁大了 是那家节酒汤仓馆的常客 总是跟着 猎戏管理局的 杨慧珍的那个新手 这片区域是受限的 你们是来调查的吗 哦 啊 对 没错 我们是来调查的 他的脸看起来 比他的实际年龄 要老得多 那个曾经还是新手的菜鸟 如今已经变得足够活跃 不能再被称为新人的他 皱起眉头 他脸上的小伤疤 他也随着皱眉而扭曲 你知道这里已经完全白化了 很危险吧 郑冰猎人明明告诉过你 不要随便乱跑 哎呀 没办法 有急事 而且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巡逻 看看附近有没有幸存者 幸存者 哪来的幸存者 什么 被困在建筑物之间的人 或者我们还没找到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问 菜鸟挠了挠头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禁区 一位看起来比车翼仔记忆中 更有经验的菜鸟 他眨了眨眼 那个菜鸟 仍然没有出现在 追踪者之眼的视野中 就像它存在于这里 却又不存在一样 难道是 车翼仔迅速转向李斯音 而后者注意到了 他的目光 轻轻点了点头 菜鸟挠了挠脸颊 开口说道 总之 我得上报你在这里 这是我的职责 哦 当然可以 对了 出口在哪边 什么 出口 这里又不是地下城 没有出口 密封府 弄头发的手突然停住 菜鸟忧心冲冲地说 你今天的表现 真的很奇怪 不可能是 你中了某种精神攻击吧 没有 只是有点累 知道了 出口在那边 我继续巡逻了 你可以去找正兵猎人 菜鸟朝废墟的另一端走去 消失在视线中 等到密封只剩下一个人时 他猛地转过头 快步走过来 低声激烈地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被精神攻击了却没意识到 他到底在说什么 不 不是那样 我们被拖进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什么 李斯音站起身 伸手拉起车一载 当他握住那只手时 李斯音扶着他站了起来 同时拍掉了 粘在他外套下摆上的白灰 侵蚀是与毁灭世界融合的过程 你知道的吧 嗯 这个我至少知道一点 那你觉得 为什么侵蚀只发生在地下城 呃 不是因为地下城连接道 真是单纯 等一下 别告诉我 蜜蜂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而彻翼在脑海中 也浮现出一种可能性 就像电灯炮亮起了一样 人类变成怪物 蜜蜂皱起眉头 别告诉我 你是说毁灭的世界变成了地下城 李斯音歪着头 露出一个邪笑 没错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就连我们使用的力量 本身也不符合普通逻辑 等等 等等 那么末日的目的 是地球化改造 车一载在死寂的沉默中开口 像是那些话语 并不是他自己的 地球化改造成地下城 人类变成怪物 文明崩溃 变成地下城的结构 我们创造的东西 变成地下城的物品 我们通过系统的规则获得力量 但最终被其锁链束缚 我们越强大 就越会变成更强的怪物 而我们的世界进步的越快 就会变成更强的地下城 我们越挣扎求生 结果越令人满意 因为它会变成一个 更强大的地下城 声音停止了 他原本自动张开的嘴 闭上了 车一载慢慢眨了眨眼 蜜蜂和李斯音的眼神 像是看到了鬼魂 他揉了揉面具的嘴部 我刚才说了什么 一股寒意顺着他的脖子滑下 蜜蜂低声嘀咕道 这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啊 车一载揉了揉面具的嘴部 抱歉 当做没听到吧 等等 那可太重要了 不能忽略 你到底知道什么 等等 你是说 我们之前打败的所有地下城 其实都是曾经存在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话就这么冒出来了 你是认真的吗 蜜蜂 李斯音拉住蜜蜂 摇了摇头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他感到自己 对自己的陌生感愈发强烈 我真的是我吗 车一载揉了揉僵硬的手臂 好了 蜜蜂冲着天空低声骂了一句 然后猛地转过身 看向车一载 行吧 无所谓 所以 现在我们是在毁灭的世界里 这个地方 也算是一种地下城 你的意思 是被侵蚀的地下城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大地下城 这只是猜测 真是乱七八糟的 啊 蜜蜂捂着头 低声哀嚎 然后深吸一口气 猛地看向菜鸟指的方向 好吧 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得离开 郑兵和南宇镇 似乎也在这里 他们很可能不是 我们认识的那些人 随便吧 我大概明白了 走吧 坐在这里 可找不到出口 将曾经是同伴的怪物背在背上 蜜蜂开始大步向前走去 车一载却发现自己的双脚 像扎根了一样 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 冰凉的手指 划过了他的后颈 他吓了一跳 抬起头 李思音靠近他 直勾勾地盯着他 哥 走吧 那只轻轻触碰他后颈的手 推动了他的背部 下意识地 他向前迈了一步 第二步就容易多了 当他与李思音并肩行时 他突然问道 你不想问问吗 问什么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你不是说 你不知道吗 我问了你也能回答吗 车一载用手肘 轻轻戳了一下李思音的侧腰 李思音毫不在意地回答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记住你的承诺 什么 什么承诺 别装不计的 轻轻地触碰 擦过他的太阳穴 是一个快速地吻 然后李思音大步向前走去 车一载愣住了 捂着自己的太阳穴 他的耳朵 瞬间变得通红 呼 郑冰短促地叹了一口气 用手指使劲按压着眼睛 他的桌子上 凌乱地铺满了数字和图表 密密麻麻的纸张 耳边的喧闹声 毫无停止的迹象 每天都有几时 甚至几百名伤者 被送入西院工会 某一天 白灰开始从天而降 人们起初并未在意 又有什么变化了呢 和学有什么不同吗 反正猎人会处理的 或许是长期的和平 让人产生了一种无敌感 如果当时 就采取应对措施 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 但后悔已经太迟了 一切都在眨眼之间发生 白灰覆盖了一切 建筑坍塌 白色的怪物开始出现 这些怪物摧毁建筑 撕裂土地 吞噬人类 它们经过的地方 变成了废墟 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人们开始称这种现象为白化 即怪物横行 和土地荒废的现象 正兵双手合十 闭上了眼睛 猎人们在各个战场上 拼死搏斗 但白化事件的频率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不断增加 人类变成怪物的事件 也再也无法隐瞒了 他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四面八方 咚咚 门上传来声音 正兵迅速收起疲惫的神情 露出了一个微笑 请进 近来的三人 是个不同寻常的组合 戴着黑色面具的J 李思英 以及一脸明显不耐烦的蜜蜂 他曾经见过 这三人一起出现过吗 正兵疑惑地问道 你们怎么突然来了 呃 其实我们来这里 是为了 蜜蜂支支吾吾地回答着 不自觉地看向身旁的李思英 正兵也看向李思英 发现了某种异样 他看向自己的眼神 没有一丝敌意 他不是像来讨厌靠近自己吗 以前 每次见面 李思英从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不是咒骂他赶紧消失 就是直接要求他离开 但现在 他不仅没有转身离开 反而耸了耸肩 我们想听一个故事 故事 正兵的心猛然一沉 俗话说 一个人突然改变 那是大陷将至 他猛地站了起来 碰 桌子震动了 几张纸轻飘飘地掉到了地上 李思英看着正兵 表情满是困惑 你怎么了 你们深吸一口气 正兵问道 你们杀了人吗 什么 噗 蜜蜂用手捂住嘴 转过头去 就连锦的肩膀也微微颤抖着 是他弄错了吗 但是 正兵一边嘟囔着 一边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 要么是有人用力过猛惹了麻烦 要么是你们处理了某个变异体 顺便还想解决点烦心事 你们不会是因为 类似这样的事 才来这儿的吧 不是 李思英咬着牙回答道 蜜蜂笑得喘不过气来 都快笑出眼泪了 到了这会儿 正兵也觉得有点尴尬了 要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不然的话 你们三个也不会一下子都跑来找我吧 对吧 难道不是这样吗 真的不是吗 他差点就把到了嗓子眼的话问出来了 但他知道 要是真问了 李思英很可能会大发雷霆 于是正兵清了清嗓子 双手交卧在一起 抱歉我多疑了 那么 你们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呢 嗯 那个 是有点问题了 蜜蜂翻了个白眼 蜜蜂可能整天到处晃有 但看到就连平时总是躲着正兵的李思英 还有因为身体原因经常休息的G都来了 这可不寻常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正兵的表情变得稍微严肃了些 身体往前清了清 我听着呢 什么问题 是思英的事 车一载开口说道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他身上 他紧紧抓住李思英的胳膊 因为李思英正试图往后退 思英的记忆 嗯 有点不对劲 什么 正兵一脸疑惑地歪着头 蜜蜂则抓住了李思英的另一只胳膊 像预警压界犯人一样紧紧抓着他 蜜蜂擦了擦眼搅得泪水 说道 是这样的 他的一些记忆消失了 他变得特别好说话了 你说什么 正兵瞪大了眼睛看着李思英 唉 李思英长叹一声 皱着眉头盯着天花板 片刻之前 在荒地上 走在前面的蜜蜂突然说道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要是没什么正经的 就别说了 闭嘴 既然都到这份上了 咱们就用失忆这招吧 根本不值得一听 李思英嗤之以鼻交叉着双臂 蜜蜂猛地转过身来 一脸恼怒 啊 为什么啊 我们需要情报 要是我们直接 让他们马上解释情况 他们肯定会觉得奇怪 你不觉得吗 蜜蜂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能取代了这个世界里的自己 没错 这是个末日事件 如果这里有我们认识的人 那我们暗里 也应该存在于这里 但一个地方 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对吧 这和红一诚之前说的情况类似 他曾经借用过可可的身体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两个红一诚 同时存在的情况 蜜蜂竖起一根手指 刚才那个人认出我是蜜蜂了 但要是我突然问 现在是哪一年哪一天 他们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 而且 蜜蜂看了看空中 一个白色的系统窗口 出现在那里 就在他们开始看到 地平线上散布着城市废墟的时候 这个窗口就出现了 完美融入 这是地下城的通关条件吗 但他和他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没有地下城的名字 也没有描述 就只有这么一句类似指令的话 而对于他们这样 十分显眼的三人组来说 这可是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在末日前线 战斗的猎人们 不好意思 请问末日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谁死了 谁还活着 这个地方没救了吗 要是他们到处问这样的问题 你疯了吗 人们肯定会觉得 他们脑子有问题 似乎大家都有类似的想法 就连一直唱反调的李思音 也耸了耸肩 好像在说 随你们便吧 该我出马了吗 车翼在身体条件 比任何人都更适合扮演失忆者 他握紧了拳头问道 那么 谁来扮演失忆的人呢 你握拳头干什么 你不是打算打人吧 有问题吗 好好演就行 知道吗 好好演 我可做不到 我不擅长演戏 不是因为失忆 所以才演不了吧 蜜蜂开玩笑地踢了一脚 嘴里像蜜蜂一样 嗡嗡叫着 在面具后面 车翼仔的嘴唇抽动了一下 看来没别的选择了 李思音不太可能去演 所以 作为他们当中最会演戏的人 只能由他出马了 就在他刚要举手的时候 我来 没办法 我来吧 李思音在他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打断了他 车翼仔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他能演个什么劲啊 不过 多亏了面具 他的震惊 似乎没有表露出来 李思音反而用一种奇特的表情 看着车翼仔 他夸张地扎了扎舌 吃笑道 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能演个什么戏啊 你在说什么啊 你没见过我的演技吗 要是我没当猎人 我早就去当演员了 哦 是吗 就算你在演戏 但是 李思音歪着头 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扭曲着 这几乎就是在嘲笑了 每次你演戏 不都得出点新状况吗 回想起过去 车翼仔神情肃穆地低下了头 客观来讲 他的演技还算过得去 但确实每次 最后都是靠拳头解决问题 李思音夸张地叹了口气 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抱歉啊 这儿可没有徐敏基来收拾烂摊子 我也没有小店 该死 嗯 如果是李思音来演 应该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就连蜜蜂也支持李思音 这可真是背叛 车翼仔猛地转过头 去看着蜜蜂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欢快地说道 只要他闭上嘴 就没人会觉得奇怪了 这话说得虽然难听 但却是实话 而且并没有恶意 就这样 李思音的记忆出了问题 郑冰立刻拉着他们三个 朝南宇镇走去 西院工会的会长 正躲在一个昏暗的小地下室里 房间里堆满了书和纸张 一盏暗红色的灯闪烁着 在书上头下阴影 一阵沙沙声过后 一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男人出现了 他竖在脑后的白发 微微晃动着 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过了 没重要的是别来打扰我 谢天谢天 他看起来还不像个木乃伊 车翼仔稍微松了口气 南宇镇看起来有点消瘦 但目前还算过得去 至少现在是这样 郑冰指了指 站在他身后的李思音 看样子 猎人李思音的记忆出了点问题 记忆 南宇镇微皱了皱眉 歪着头 像是在要求进一步的解释 郑冰问道 我们当时太匆忙了 没来得及问 你是不是被怪物袭击了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李思音一脸闷闷不乐地回答道 失忆还真是个挺方便的借口呢 不管怎么说 他只要说不记得就行了 车翼仔偷偷地朝蜜蜂 竖起了大拇指 南宇镇烦躁地挠了挠头 看向车翼仔 J 你呢 你不是应该在休息吗 哦 我听说思音出问题了 就跟着来了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郑冰也一脸关切地看着车翼仔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道 我这会儿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 看起来是这样 既然你来了 就顺便检查一下吧 以防万一 要是你又晕倒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还有蜜蜂呢 嗯 哦 是我发现李思音的 我也联系了 J 我收到报告说 你进入了一个限制区域 是在那儿发现他的吗 嗯 对 没错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那 那个 看来他说自己不擅长演戏是真的 尽管事先编好了故事 但蜜蜂的话 还是开始变得拖沓起来 他看了看车翼仔 车翼仔赶紧接过话头 我请他帮个忙 我在找一样东西 但我自己行动不太方便 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吗 不 现在还不行 等我确定了再告诉您 明白了 那么 可能是怪物夺走了他的记忆 郑冰一脸苦恼地摸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南宇阵交叉着双臂问道 是他所有的记忆都被抹去了 还是只是部分记忆 看起来只是丢失了特定的记忆 他还记得我蜜蜂和郑冰这样的人 但似乎完全忘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车翼仔流利地说着 而李斯英则继续盯着天花板 明显一脸不悦 蜜蜂生硬地指着郑冰和南宇阵 咱们能解释是挺好的 但既然都带了个专家来 是不是让专家来解释更好呢 专家 你们自己不打算解释了 我没信心 能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也没信心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这些人平时一遇到事 基本都是靠拳头来说话的 南宇阵长叹一声 示意他们跟上 太好了 成功了 郑冰面带温和的微笑说道 抱歉 我还有工作要完成 所以我先走了 去吧 你们三个 跟我来 南宇阵拖着他那双破旧的人字拖 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去 他一边走在前面 一边粗声粗气地说道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末日 他即将彻底崩溃 啊 他这是直奔主题啊 蜜蜂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怒目而视 你就打算这么直入主题吗 你们不是都已经讨论过了吗 拐弯抹角只会浪费时间 而且 南宇阵快速瞥了一眼这 你说李思英还记得自己的存在 那我相信 他会想办法应对这件事的 如你所知 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 就算你没了记忆 也不意味着你 就能袖手旁观 啥也不干 不负责任 车翼宰在后面 悄悄握紧了拳头 南宇阵打开那扇紧闭的门 走了进去 昏暗的房间里 一台巨大的机器 处立在中央 围绕着他旋转 李思英受不了蜜蜂和车翼宰 那犀利的目光 并用食指指着那台机器问道 那是什么 那是白话观测仪 这是什么意思 蜜蜂和车翼宰 又一次戳了戳李思英的后背 李思英皱着眉头 再次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连白话是什么都忘了 好像是忘了 你们俩就没给他们解释解释 我们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是 蜜蜂和车翼宰 恬不知耻地说道 南宇阵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叹了口气 你们还真是啥都没干 你们还记得 白话现象是在荒原上被发现的吧 白话指的是一种受末日影响 土地变得无法居住的现象 荒原就是受白话影响的区域 被白灰污染的土地 会变成一片荒芜 死寂的地方 寸草不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我之前就说过了 这个世界正因末日而崩溃 这是末日带来的一种现象 南宇阵在提及末日和世界崩溃时 语气依然很平静 李思英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就这么接受世界崩溃的现实了 当然不是 我们还在与之抗争 但照目前这个情况 我也说不好 南宇阵欲言又止 车翼在双手背在身后 仔细思考着 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 末日的第一阶段是怪物的出现 那这里呢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末日的阶段或者顺序 那会很有帮助的 阶段 啊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问题 南宇阵点了点头 然后操作起观测仪 很快 一只大嘴怪物的影像出现在空中 这是一种曾出现在他们原来世界里 会吞噬人类的怪物 最初是大嘴怪的出现 在黑洞变成白洞之后 他们突然开始在各处出现 见人吃人 见楼拆楼 什么都吃 毫无分别 这些生物势力很差 但对气息和气味很敏感 而且 他们吃掉的所有东西 都会彻底消失 用湮灭这个词来形容 很合适 蜜蜂垂下目光 叹了口气 就好像他们的肚子和世界的缝隙相连 不管他们吞噬多少东西 都永远吃不饱 他们就不停地吃啊吃 直到生命耗尽 大嘴怪的数量自然就减少了 我们学会了如何对付他们 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到了某个时候 他们就不再出现了 接下来的阶段是 怪物潮 车翼仔和蜜蜂 同时抬起了头 怪物潮 一种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 还未出现过的现象 受白化影响的怪物 从地下城和传送门中 蜂拥而出 你可以把这称作是数量压倒性的阶段 幸运的是 我们设法应对了过来 但这些变异后的怪物 死后会散落白灰 结果就是 我们杀死的怪物越多 白化现象加速的就越快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 蓝羽镇那被白灰灼伤的眼睛 盯着他们三人 沐浴在魔石的蓝光下 他嘴角上扬露出笑容时 看起来有种诡异的非人质感 变异 人类正在变成怪物 蜜蜂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 他们肯定都想起了同样的记忆 他曾把一个变成怪物的同伴 藏在了西院工会后面 他也不知道 他们能在那待多久 知道这事的人不多 但至少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只有一个人忘了 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吗 或者有没有办法 能让那些变成怪物的人变回来 蜜蜂急切地追问道 蓝羽镇耸了耸肩 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 干嘛问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呢 没办法 没办法阻止 也没办法逆转 不过 长时间暴露在白化环境下的人类 似乎变异得更快 这只是一种推测 我们正在和其他治疗师 及研究人员 一起努力寻找疫苗 但是 嗯 我也不确定是否能成功 他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底气 蜜蜂狠狠地咬着嘴唇 紧握的拳头微微颤抖着 车翼载向前一步 挡在他身前 谢谢您抽出时间 不是 J 男羽镇交叉着双臂 简短地回应道 照顾好自己 明白吗 你不用事事都亲力亲为 只有你活着 才有可能拯救世界 你的身体 随时都可能出问题 小心点 要是感觉吃不消了 就赶紧跑 然后直接来找我 明白吗 车翼载眨了眨眼 说实话 他感觉心情很沉重 自从他进入西院工会 成为这个世界里 J的替代品后 就一直是这样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感觉胸口一阵刺痛 明白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我也不多留你们了 反正 你们可能还是得待在李斯音身边 男羽镇挥了挥手 打发他们三人离开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一直机械地走着的蜜蜂 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一脸决然地回头看去 我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对吧 也没什么急事吧 要是编个理由的话 倒是可以 但目前来说 没有 那我想去HB工会看看 你们不用跟着来 我想一个人去 蜜蜂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是希望能见到马修吗 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 他已经很久没有觉醒了 车翼载很能理解那种感受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好吧 去吧 反正我们也需要了解 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就在 西院工会前面碰面吧 郑冰应该也会在那 蜜蜂看向李思英 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 李思英没有回答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 毫无征兆地 蜜蜂紧紧抱住了车翼载 差点把他勒得喘不过气来 突如其来的温暖和疼痛 让他吃了一惊 他只是眨了眨眼 蜜蜂轻声说道 谢谢你 这短暂的拥抱 很快就结束了 蜜蜂放开车翼仔后 便飞奔而去 看着他的身影 迅速在远处变小 车翼仔揉了揉他 刚才抱过的肩膀 然后感觉有一股重量 靠了过来 李思英正靠在他身上 车翼仔尴尬地问道 怎么了 你怎么不抱我 刚才是蜜蜂一时冲动 才抱我的 是啊 而且我还看到你拍了他的呗 观察的还挺仔细 得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把这状况化解掉 车翼仔张开双臂 李思英搂住车翼仔的腰 把他拉得更近 他结实的身躯 填满了这个拥抱 车翼仔拍了拍 李思英宽阔的后背 柔软的头发 蹭着他的脸颊 耳朵和脖子 这样行了吧 太快了 嗯 什么太快了 你的心跳 还有一种沙沙的声音 手指从他们紧紧相贴的 胸膛肩伸进去 一只大手 按在了车翼仔的心脏部位 李思英脚狭的紫色眼睛 盯着车翼仔的面具 该死 他还以为是吃醋呢 结果却是在检查身体状况 车翼仔试图往后退 想正脱开 但他的手臂 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有力 怎么回事 车翼仔满心困惑 手指不自觉地 在李思英的胸膛上 蜷缩起来 搂着他腰的手臂 收得更紧了 就算是正常的拥抱 这会儿 也让他觉得疼了 他怎么这么有力气 没办法了 车翼仔紧紧闭上眼睛 嘟囔道 噗通 什么 你让我心跳加速 你这个笨蛋 紫色的眼睛 慢慢地眨了眨 然后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长长的睫毛颤动着 嘴唇贴上了 车翼仔光滑的黑色面具 哦 真的吗 我让你心跳加速了 既然你知道了 就放开 要是被人看到了怎么办 没关系 有人靠近 我能感觉到 不管怎样 放开 很疼吧 现在 你在说什么 当李思英再次收紧 搂着车翼仔腰的手臂时 车翼仔不禁轻忽了一声 车翼仔咬紧牙关 低下了头 一阵剧痛袭来 他的身体颤抖起来 李思英松开了手臂 然后小心翼翼地扶住 车翼仔摇晃的身体 一个轻轻地稳落在了 他满是冷汗的太阳穴上 固执 车翼仔努力平稳呼吸 在心里暗自咒骂 他的视线反复变得模糊 该死的 对不起 因为你不承认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了 抚摸着他后颈的温柔触感 是他最后感受到的东西 他的视线渐渐黑了下去 车翼仔缓缓眨了眨眼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陌生的白色天花板 我这是在哪儿 他试着坐起身来 但后腰传来的一阵剧痛 让他停了下来 他倒吸一口凉气 硬是把到嘴边的叫声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 一只小心翼翼的手 按在了他的胸口 躺着别动 什么 车翼仔又眨了眨眼 李思英戴着防毒面具 蜷缩在一把小椅子上 他叹了口气 尽管戴着黑色皮手套 却仍如羽毛般 轻柔地开始抚摸车翼仔的头发 哥 你晕倒了 我晕倒了 怎么会 因为抱了你 啊 准确来说 是我用力过猛 把你弄晕了 就抱了一下就晕了 车翼仔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腰 哪怕躺着不动 全身也隐隐作痛 一碰就疼得他皱眉 他艰难地掀起衣服 该死 他的肚子和腰上 有一大块蓝色的瘀伤 形状正是刚才抱他的那只手臂的轮廓 刚才被蜜蜂紧紧抱住的肩膀和脖子 也在隐隐作痛 我身上居然有瘀伤 这是真的吗 车翼仔正惊愕不已时 李思音拖着下巴 有气无力地嘟囔着 我在反省 反省什么 我没想到 你会因为那个就晕倒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车翼仔看了看插在手上的输液针 怪不得刚才蜜蜂抱我的手那么疼 平常就算裴远宇全力撞向我 我也不会动一下的 车翼仔环顾四周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插着红玫瑰的花瓶 还有他的面具 一阵凉风从微微敞开的窗户吹进来 吹动着白色的窗帘 这个小房间布置得很整洁 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 是间病房 我们这是在哪儿 西院工会吗 没错 李思音微微一笑 他们说这是一间特殊的病房 具体来说 是专门味剧准备的病房 南宇镇甚至知道 你面具下的长相 嘘 李思音的防毒面具里 传出一声微弱的嘶嘶声 这是车翼仔 许久未曾听到过的声音了 李思音上一次在他面前 戴上防毒面具和手套 是什么时候呢 感觉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从李思音发现 车翼仔对毒药免疫后 他在车翼仔面前 总是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至少在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 是这样 李思音低声问道 你身体真的出问题了 对吧 好像是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自从进了城 我就觉得不对劲 一开始 我以为只是身体发沉 但渐渐地 心脏周围开始疼 我觉得 是从我接任这个世界的 G这个身份开始的 然后呢 刚才蜜蜂抱我的时候 疼得就像被卡车撞了一样 平常的话 我根本不会觉得疼 更别说站不稳了 车翼仔如实回答 被用力抱一下就晕倒 这情况很严重 难道我的身体变弱了 反应速度和身体的应激反应 似乎都变迟钝了 看着车翼仔 一会儿握紧拳头 一会儿又松开 李思音喃喃自语道 这个世界的G 是病死的 而且 看样子你 好像继承了那种病 你知道 那是重什么病吗 就是 另一个你得的那种病 我不知道 他们只说 感觉他的生命力 再被不断消耗 李思音紧紧地握起拳头 发出一声脆响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车翼仔示意他靠近一些 李思音犹豫了一下 然后把椅子往前拉了拉 车翼仔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李思音的手 在半空中停住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恼怒的声音 你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 这只是暂时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吧 这个 地牢也好 什么也好 这大概只是在这里 才会出现的现象 别太担心了 别这么说 嗯 没什么 李思音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粗暴地把凌乱的头发 往后梳了梳 低头看着车翼仔 奇怪的是 透过镜片 他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 我去和南语镇说一声 我不在的时候 你别搞什么花样 我都疼成这样了 还能搞什么花样 因为是你 所以才这么说 放心吧 去吧 李思音一直盯着车翼仔 直到最后一刻 才关上房门 随着一声轻响 病房的滑动门关上了 车翼仔试图去留意 李思音离去的脚步声 但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 敏锐地感知到了 他让我待着别动 但我至少得了解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况吧 这样我才能知道 该怎么做 这不算搞什么花样吧 车翼仔很快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他呻吟着 慢慢地从床上撑起身子 就这么一个动作 都费了好大的劲 全身的肌肉都在抗议 他强忍着没叫出声来 转过身坐到了床边 他光着脚 刚一碰到地板 试着站起来时 就剧烈地摇晃起来 呃 扑通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全身酸痛 脸颊贴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插着输液针的手 渗出血来 这是真的吗 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他咬紧牙关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但突然 一个白色的屏幕 出现在他眼前 正在检查同步进度 同步已完成100% 欢迎 这里是由创建的纪念地牢 你的角色是J 警告 实体最受到的影响 系统会对身体施加惩罚 虚弱 患病 寿命缩短 计算剩余死亡时间 数字飞速旋转 变得模糊不清 车翼仔突然咳嗽起来 鲜血溅落在地板上 他的视线变得一片血红 他麻木地眨着眼睛 什么 他脑子一片混乱 根本无法思考 紧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他捂住嘴 感觉到手上沾满了鲜血 终于 咳嗽止住了 他把手拿开 看到满手鲜红的血迹 数字开始变慢 最后停了下来 168 零点 数字定格了 系统屏幕上出现了红色的文字 实体这一距离死亡 还剩168小时 168小时 也就是一周 车翼仔半坐起来 呆呆地盯着屏幕 接着又有新的红色文字出现 警告 如果你在地牢中死亡 同步的灵魂也会随之消亡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滑动门猛地被打开 车翼仔转过头去 广场一样 他的动作总是比想法慢半拍 我可不想被人看到我这副样子 哥 一个陌生却又急切的声音 在房间里响起 他想说自己没事 但嘴巴却不听使唤 相反 167比58 51视野里不断减少的数字 仿佛在嘲笑他 一双大手 小心翼翼地扶住了他的身体 车翼仔 那只沾满鲜血的手 紧紧抓住对方的手 艰难地张开嘴 司鹰 别说话 这 是难遇振 不 不 我现在得说 嘴里满是鲜血的腥味 他罕见地鼓起一股力气 用力咽了一下 然后一字一顿 清晰地说道 我们完蛋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完蛋了 黑暗再度袭来 该死 我应该把为什么完蛋也告诉他的 下次 我得在说出结论之前 先把原因解释清楚 车翼仔闭上眼睛 在紧紧抱着他的双手的安抚下 渐渐失去了意识 当车翼仔再次睁开眼睛时 时间已经从167小时 减少到了164小时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他皱着眉头 想把那脑人的系统窗口滑掉 但手却动不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 有什么东西 紧紧地绑住了他的手腕 嗯 他抬起手 两只手腕 都被一种柔软的布料绑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迅速环顾四周 发现李思音站在角落里 背对着墙 他的身影显得格外阴森 车翼仔轻了轻嗓子 喂 李思音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阴森的声音回答道 绑带 为什么要用他们 把我绑起来 如果把你的四肢绑住 你就不会摔倒在地上了 不 我刚才也不是真的摔倒 我 南宇镇已经把他记录为一次摔倒了 我是想站起来 结果没站稳就倒下了 不管怎么说 最后不还是摔倒了吗 我只是想看看 我的身体到底有多糟糕 你就不能等我回来 再做这件事吗 我不想因为这个麻烦你 够了 李思音慢慢地转过身来 他的脚步声在房间里回荡 每一步都走得很刻意 就说到这儿吧 不知为何 车翼仔感觉一阵寒意传遍全身 他是 害怕了吗 当李思音戴着手套的手轻轻 扶过他的脸颊时 他困惑地眨了眨眼 这一次 他透过镜片 清楚地看到了李思音的眼睛 那是一双布满血丝 透着犀利的紫色眼眸 我已经在极力克制了 非常克制 从触碰他脸颊的那只手上 散发着一股苦涩 不祥的气味 那气味仿佛是死亡的巨像化 浓烈刺鼻 奇怪 李思音的手平时 不是闻起来香香的吗 但这个念头 在车一仔的身体剧烈颤抖时消失了 不知为何 他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沉重的压迫感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车一仔焦虑地环顾四周 随着呼吸愈发急促 李思音立刻把手抽了回去 往后退了两步 哥 即便听到他的声音 车一仔也没能平静下来 反而吓得身体一抖 他本就受惊的身体 根本平静不下来 该死 我这是怎么了 车一仔紧闭双眼 咬紧牙关 将半个脑袋 埋进硬邦邦的枕头里 他的呼吸愈发急促 仰头喘息着 冷汗顺着脖子滑落 焦虑 恐惧 奇怪的是 他的眼眶饮满了泪水 他是 害怕了吗 怕什么呢 李思音 他的手指 用力地掐进掌心 四肢颤抖着 向内蜷缩 这明明是自己的身体 可感觉却如此陌生 一切都那么陌生 甚至皮肤上那种 被注视的感觉也是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顺着脸颊和太阳穴 躺了下来 他吓坏了 就像动物面对捕食者时 吓得动弹不得一样 他生平第一次 有了这种脆弱无助的感觉 车一仔强迫自己开口 嘴唇颤抖着 死 但就在这时 别 这样 那颤抖的声音打断了他 车一仔用力睁开眼睛 透过模糊的视线 他看到李思音 已经退到了远处 双手紧紧地 抓着防毒面具 他的手似乎也在颤抖 别 李思音按了个什么东西 像是按钮 很快 急促的脚步声 在房间里响起 门划开了 南宇阵的声音传了过来 J 你醒了 他的情况不太对劲 先给他打一针震惊剂吧 随着这一阵嘈杂声 他的视线再度按了下去 该死 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李思音没事吧 这个念头到此为止了 实体 这距离死亡 还剩162小时 车一仔刚一费力地 睁开沉重的双眼 就盯着眼前的数字看 好家伙 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他稍微动了动手 手腕还被绑着 不过比之前松了一些 他叹了口气 环顾四周 病房远处的角落里 又有一个 带着防毒面具的身影 坐在一把 临时拼凑的椅子上看书 他看不清 那是本什么书 李思音 他确定 对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但没有回应 车一仔清了青干涩的喉咙 提高了音量 李思音 你不用喊这么大声 我也能听见 那你为什么不回应 李思音又不吭声了 车一仔盯着他看 刚才昏迷前 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感和恐惧 已经完全消失了 也许是因为 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的缘故 所以他就想 这么耗着是吧 车一仔故意拉扯着 被绑住的手腕 弄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我的手不舒服 忍着吧 我已经尽量绑松了 番书叶的声音 传进了他的耳朵 按照平民的标准 把你绑起来 可不容易 平民 我听说 在这种时候 你会变得和普通人一样虚弱 你这虚弱的身体 会挣扎得不停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还是把你绑着比较好 喂 我难道不应该试着 去适应这边弱的身体吗 哈 又翻了一页书 李思英带着一丝 嘲讽的笑意嘟囔着 你难道还想 在地上滚来滚去 弄得满地是血吗 看来 你养成了个奇怪的爱好 你可以拉住我呀 短暂的停顿之后 李思英啪的一声和尚书 叹了口气 把凌乱的头发 往后捋了捋 为什么 好让你在下的晕过去吗 你干脆晕过去 头土白莫得了 对不起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防毒面具遮住了他的表情 他看了车一仔一会儿 然后转身走开了 我觉得 还是换个人来照顾你比较好 什么 你就待着别动 很快就会有人来的 喂 等等 我有话要说 李思英根本不听 直接打开门 大步走了出去 碰 他用力关上门 门弹了回来 扮演着 车一仔呆呆地望着那扇扮演的门 我再过162小时就要死了 他居然都不听我把话说完 我当时真的有那么吓人吗 车一仔握紧又松开 被绑着的双手 当他和李思英正面相对时 他被强烈的恐惧所笼罩 那就是人们所说的 S级强者身上的那种压迫感吗 他以前只是听说过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 肯定很吓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车一仔 居然会害怕李思英 要是李思英看到车一仔 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 啊 他大概会把自己 从A到Z犯过的所有错误 都反思一遍吧 车一仔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脚步声 他转头朝门口望去 一个穿着白大褂 棕色头发 手臂上有 戏院公会徽章的女人 出现在门口 他看起来很眼熟 不知不觉间 他用一种出乎意料的 温和语气说道 秋天同学 是这个世界的尹秋天 和他在记忆碎片中 瞥见的那个人 一模一样 啊 哦 他瞪大了眼睛 然后捂着嘴哥哥笑了起来 哦 不好意思 你好久都没这么叫我了 勾起了好多回忆呢 啊 这个世界的尹秋天 已经不是学生了 车一仔眨了眨眼 他披散着头发 没戴眼镜 看起来依然年轻 但多了一份成熟的气质 他看起来 比他在记忆碎片中 看到的那个疲惫的样子 要精神多了 他在病房里 忙前忙后 收拾整理 现在想来 他看到他没遮脸的样子 居然一点都不惊讶 难道在这里 他都不刻意遮脸了吗 收拾好之后 尹秋天面带同情地 走到他的病床边 我听说你从床上掉下来了 你的手腕没事吧 还有你的眼睛都肿了 不太好 要是有人能解开他的束缚 那肯定是尹秋天了 车一仔迅速回答 还凭借精湛的演技 带上了一丝忧郁 你能帮我解开吗 有点不舒服 尹秋天也一脸愁容 他拿了条热毛巾 敷在他的眼睛上 不好意思 李思英猎人 让我保证不能放开你 那家伙 他都说什么了 嗯 他说 要是我不想看到 整个戏院公会的人都死掉 就绝对不能放开你 他威胁他了 车一仔在毛巾下 瞪大了眼睛 还不止如此 尹秋天深深地叹了口气 还有什么来着 哦 他说他失忆了 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别去惹他 他真的失忆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凶了 所以 郑冰队长甚至放下了其他工作 去跟着李思英猎人 就是为了确保 他不会惹出什么麻烦 那个疯子 居然利用自己的失忆 来达到目的 还干扰一个大忙人的工作 他感觉头疼起来 嗯 不过 尹秋天走到床边 伸出手 故意看向别处 然后 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迅速解开了 绑住他手腕的绳子 他说了那么多 结果还是把他放开了 为什么呢 车一仔用刚解放的双手 拿起湿毛巾 却看到尹秋天正笑着 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我在这的时候 你舒服点对我们俩都好 但我走的时候 还得把你绑回去 希望你能理解 秋天 身体变弱了 或许连他的心也变软了 他心里涌起一股情绪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尹秋天同学对他这么好 而那个混蛋李思英 却连靠近都不愿意 他明白 但还是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 车一仔吸了吸鼻子 揉了揉手腕 手腕上被绑过的地方 留下了明显的红印 这身体得多虚弱啊 这么轻轻一绑 就能留下痕迹 尹秋天检查了一下输液管 然后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正兵队长 他们都很担心你呢 嗯 我没事 你总是说自己没事 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要是哪儿疼 马上告诉我们 我听说你跟医生说自己没事 结果马上就晕过去了 不 在那之前 我真的没事 要真说起来 是李思英把他弄晕的 就因为一个拥抱 他的腰和肚子 现在还疼着呢 车一载掀起宽松的病号服下摆 看了看自己的腹部 瘀伤还在 轻一块子一块的 平常的话 像这样的瘀伤 根本不会留下痕迹 或者更准确地说 一开始 他根本就不会出现瘀伤 尹秋天倒吸一口凉气 捂着嘴 哦我的天 你的腰和肚子怎么了 是 有人打你了吗 啊 没有 嗯 他确实是被打了 算是被爱打的吧 尹秋天一脸担忧地 查看他的瘀伤时 嘴里嘟囔着 是李思英烈人吗 没错 虽然他没吭声 因为实在想不出借口 尹秋天的表情 变得严肃起来 他握紧了拳头 哦我的天 他知道 你身体这么虚弱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不他不是故意的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我跟你说 那是个意外 就算是意外 他怎么能 他就是 不太会控制自己的力气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 但是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人呢 尹秋天的声音 因为愤怒而提高了 车一仔眨了眨眼 愣住了 啊 尹秋天握紧拳头 气呼呼地说 没必要护着他 我要把这事报告给医生 得好好跟他谈谈 让他清醒清醒 等等等等 秋天 我和他到底 是什么关系 和李思英的关系 啊 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不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嘛 尹秋天眨了眨眼 你们就像真正的一家人 虽说没有血缘关系 对吧 你们很在乎彼此 李思英猎人 也很听你的话呢 嗯 准确来说 只听你的话 你一直都很宠他 还叫他弟弟什么的 啊 对哦 他一开始的慌乱 顿时平息了下来 他刚才只是因为 内疚反应过度了 车一再双手搓了搓脸 仿佛在干洗似的 看样子在这个世界 亲吻之类的事 是不可能发生的 大概吧 他希望是这样 再继续这个话题 可能会引起怀疑 车一再故意转移了话题 我身体状况怎么样 哦 我要不要把医生叫来 听他说会更准确些 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尹秋天嘟囔着 有点闷闷不乐 你什么都知道 不是吗 连瞒着我这种事 都做得出来 哦 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的啊 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他心想 车一再回答道 故意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惆怅 我只是想听听客观的看法 想知道从别人的角度看 我的状况是怎样的 可以吗 他的声音 因为之前咳血 还有些口渴的后遗症 微微颤抖着 该死 他好渴 车一再轻轻咳嗽了一声 环顾四周着水 尹秋天立刻拧开 一瓶新的矿泉水 递给了他 他的眼睛奏效了吗 奇怪的是 他的眼睛似乎有点湿润了 他吸了吸鼻子 挺直了身子站好 嗯 我又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所以不敢确定 我知道的 大部分都是东拼西凑听来的 这点你要知道 好的 G 使用能力后 身体会变虚弱 他几乎会变得和普通人一样 而且每次 他 都疼得厉害 非常厉害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 医生怀疑倦的能力太强 所以会有很严重的反噬 这可能就是拥有 如此强大能力的代价吧 有道理 车一再认真思考着 如果把男与阵的理论 和他自己所知道的结合起来 这个世界的车一再 是在用自己强健的身体和能力 来承受维持世界运转 所产生的反弹效应 但能力不是无限的 所以每次他强力使用能力后 能力值就会减少 在能力恢复之前 车一再就会处于生死边缘 难怪会这么疼 车一再拖着下巴 叹了口气 看着尹秋天担忧的脸 其他人呢 你指谁啊 呃 谁都行 我没听说 最近发生的任何事 随便给我讲讲吧 关于人 关于这个世界的都行 嗯 尹秋天似乎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车一再苦笑着 然后脑海中浮现出一张油滑的脸 对了 如果这个世界有青鱼在的话 他可以找他帮忙 那家伙 可能什么消息都知道 最近于是怎么样 我是说 那个卖情报的地方 于是 哦 你是说 以前在录良经的那个吗 对 尹秋天犹豫了一下 手指不停地摆弄着 嗯 那个地方已经被白化了 车一再瞪大了眼睛 白化 就是把一些地区 变成荒地的那种现象 等等 那陆良经渔市的青鱼们 和那些人 青鱼呢 青鱼 引秋天皱起眉头 努力回忆着 然后突然眼睛一亮 哦 你是说 那对双胞胎情报贩子吗 我刚听说他们 不知去向了 不过 好像只有其中一个双胞胎 活了下来 等等 是哥哥还是弟弟 呃 不好意思 我不太确定 我只是偶然听到的 其实 之前是闲局长和他们有联系 但自从他去世后 什么 车一仔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引秋天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这 为什么 局长 你是说贤局长吗 对 贤局长 轻于双胞胎的据点 于是没了 只剩下一个双胞胎 贤西真死了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 车一仔揉了揉嘴唇 嘟囔着 再多给我讲讲吧 特别是 关于那些排名者的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自从贤西郑去世后 郑斌曾被推荐 担任下一任局长 但他拒绝了 依旧担任队长一职 局长的位置就空缺着 A级猎人宋祖贤 勇敢地带领他的工会 对抗怪物潮 在战斗中牺牲了 白话现象 不仅让韩国 甚至让整个世界 都陷入困境 自从去了海外 归归就失去了联系 生死不明 裴归归宇和马修 在各自的岗位上 尽着最大的努力 尹秋天轻声嘟囔着 白话现象 正在韩国蔓延 就连觉醒者管理局 总部都受到了影响 西院宫会成了新的总部 嗯 基本上 这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车一载盯着白色的天花板 他早就料到了 尤其是在通过尹秋天的能力 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片段之后 情况真的很糟糕 地形改造 已经有了很大进展 大部分关键人物 不是死了 就是失踪了 而且再过162小时 一旦他死了 事情真的会变得一团糟 尹秋天把头发往后捋了捋 接着说 还有那个工匠 把自己关在了某个偏远的山里 觉醒者管理局不保护他吗 嗯 不 我听说他要求不要被找到 所以 就连那个曾经那么热爱社会的人 也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这个世界的红一诚 很可能已经和第一个世界的红一诚 有过接触了 等他身体好点了 得先去找他 车一载笑了笑 谢谢 有帮到你一点吗 嗯 帮了大忙了 嘿嘿 那就好 尹秋天笑得很灿烂 还整理了一下花瓶里的玫瑰花 这个世界的尹秋天 也影响到了他所认识的那个学生尹秋天 他能看到过去 而且就是 他在他临死前看到过他 那要是他透露 自己一周后就会死呢 车一载张开了嘴 秋天同学 不 尹秋天 嗯 J 我 我一周后就会死 准确来说 再过162小时 就在他正要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 怎么也发不出来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堵住了他的喉咙似的 车一载瞪大了眼睛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尹秋天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了 一个鲜红色的警告信息 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第一次警告 不要干扰过去 不要透露未来事件 住 收到三次警告后 将受到惩罚 该死 车一载握紧了拳头 警告信息 在他的视野里 又转了几圈 好像是要确保他明白似的 然后才消失了 这时他的喉咙 才恢复通畅 车一载揉了揉脖子 上面说不要透露 车一载眯起眼睛 伸手去拿影秋天 正在整理的玫瑰花 花瓶里一共有七朵玫瑰花 他伸手去够它们 这些玫瑰花是谁带来的 有时候是医生或者我带过来的 但通常是 李思音猎人自己换的 车一载深吸一口气 手轻轻拂过柔软的玫瑰花瓣 同时摆出一副最落寞 最悲伤的表情 要是 这些玫瑰花全部凋谢的时候 我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呢 谢天谢地 这次他的喉咙没有卡住 也许这种反问剧是被允许的 车一载偷偷瞥了一眼影秋天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它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 只是一个想法 请不要说这样的话 在它们凋谢之前 我会换上新鲜的花的 影秋天泪流满面地喊道 不 影秋天不是这个意思啊 车一载看着玫瑰花 笑了笑 这里有几朵玫瑰花 七朵 先生 数字七让你想到什么 嗯 七种颜色的彩虹 对 这是一种 还有呢 嗯 一周 就是这个 正是这个 车一载笑得很灿烂 点了点头 一直在他和玫瑰花之间 来回看的影秋天 瞪大了眼睛 他神情严肃地喃喃自语道 啊 我明白了 你是说 要把这些花看成和你一样 这 是这样吗 嗯 差不多吧 而且 影秋天坚定地点头 看向车一载 就算你不在医院 我每周都会换上新鲜的花的 不 不是这个意思啊 车一载在心里无奈地呐喊着 别担心 我会尽全力的 影秋天紧紧地握起拳头 眼神坚定 眼中闪烁着光芒 这样不行啊 想让他明白自己的意思时 没指望了 车一载只能无力地点点头 影秋天的肩膀也搭来了下来 所以 请不要说的 好像一切都要结束了之类的话 要是你不在了 好的 我明白了 要是他不在了 这个世界的崩溃速度 只会加快 一旦他死了 郑冰和马修也会跟着遭殃 但他无能为力啊 他的死是注定的 而且他也不能去干扰 已经既定的过去 眼睁睁看着一个注定毁灭的世界 走向尽头 不如多获取些信息吧 他在脑海中 思索着自己认识的人 也许他的姑姑 在这个世界还活着呢 怀着一丝希望 他问道 你知道 一个叫朴慧金的猎人吗 当然知道 他曾是贤局长的得力助手 用的是过去事 这可不太妙 车一载默默地在心里念叨着 然后又接着问道 去世了 是的 和局长一起 J 没什么 他抬头看向天花板 在他逃离之路的尽头 是一个早已注定要毁灭的世界 他能做什么呢 他转过头 看到尹秋天 正满脸担忧地看着他 他了解他 他还记得那些他半夜哭醒 却依旧努力向前的日子 尹秋天 嗯 J 总有一天 你会面临一个 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 尹秋天一脸疑惑 但车一载心里很确定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要是现在不说 就没机会了 他伸出手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到那个时候 不要犹豫 要有信心 要坚定 J 去做你必须做的事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明白了吗 尹秋天沉默了 仔细琢磨着他的话 然后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车一载这才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样就够了 就在这时 尹秋天突然微微一震 挺直了身子 赶忙拿起手里的绑带 是李思英回来了吗 他迅速地把车一载的手腕绑好 然后从床边退开 就在这时 门嘎吱一声开了 尹秋天提高了嗓门说道 哦 就算你一直求我 我也不会给你解开的 尹秋天还真是没有演戏的天分啊 他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李思英吗 车一载无奈地看了一眼天花板 戴着防毒面具的李思英 看了看床上的车一载和尹秋天 然后朝他点了点头 你去吧 是 是的 尹秋天朝车一载挥了挥拳头 做了个坚持住的手势 然后就快速离开了房间 李思英站在离床一段合适的距离外 看着车一载 然后 他轻轻地笑出了声 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这人洞察力也太强了 真让人讨厌 车一载闭上眼睛 装作没听见 等我恢复健康了 有你好看的 接着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等你感觉好点了 就告诉我一声 车一载睁开一只眼睛 看向李思英 为什么 我调查了一下 我也想从这里出去 你查到什么了 一些可能有用的人 李思英戴着手套的手指尖 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他轻轻一弹 纸条就稳稳地落在了车一载的肚子上 他这是搞什么鬼 车一载双眼圆睁 怒视着李思英 这是什么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等你能自己解开绑带 身体好点了再看 你 他这是在故意捉弄自己吗 这简直就是在挑衅啊 车一载握紧拳头 积攒着力气 然后 你这个放肆的小鬼 他紧紧地握着拳头举了起来 哐荡 伴随着病床两侧的防护栏 发出的声响 李思英难以置信地盯着他 车一载自己也同样惊讶 这是什么绑带啊 怎么会这样的不断 他脸上带着些许尴尬的神情 试图把断掉的栏杆重新安好 并且松开绑带 就在这时 碰 门被猛地撞开 发出一声巨响 一脸疲惫的男语阵大喊道 你们俩现在在干什么呢 但当他看清病房里的情形后 很快就闭上了嘴 车一载也没吭声 而李思英则轻笑着 敲了敲防毒面具的底部 没什么大事 只是这一特别 特别想出院而已 哦 哈哈 车一载尴尬地笑了笑 挠了挠头 再多做点吃的 这是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说 吃多了会在战斗中变得迟钝 所以不吃那么多吗 闭嘴 快点坐 蜜蜂嚼着一块有嚼劲的年糕 坐在桌子上 双腿随意地晃荡着 马修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竖起一根手指 只间燃起了一团火花 涂了黄油的鱿 那味道香的让人垂涎欲滴 蜜蜂低头看了看他的头顶 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 年糕的味道 恰到好处的温度 诱人的香气 甚至是马修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小细节都感觉那么真实 这是一幅熟悉而又令人渴望的画面 是他拼命想要找回的场景 不是在像这样的一个虚假世界里 而是在现实世界中 蜜蜂拧紧嘴唇 忍住泪水的刺痛 然后迅速转过头去 马修说道 再等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 我会等的 他听出自己声音里的哽咽了吗 他希望没有 谢天谢地 马修似乎一心只顾着烤鱿鱼 没有什么反应 他抬头看向天花板 白色的瓷砖 一落落的文件 甚至墙上的十字架 这一切看起来都和他记忆中 HB工会会长的办公室一模一样 这真的是个地牢吗 一切都如此逼真 这真的会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吗 他用力咬了一口年糕 眼睛紧紧盯着天花板 这时 马修说道 蜜蜂 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 假如说 你做了一个选择 比如说 你冒了生命危险 马修点了点头 好像在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蜜蜂晃了晃交叉着的腿 然后问道 你这么做 是因为那是最好的选择吗 当然 他回答得毫不犹豫 他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但还是 蜜蜂用手拖着下巴 泪水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 那才是最糟糕的 他从桌子上跳下来 背对着他站着 再多做一些 我要和翼一起吃 好的 翼现在怎么样了 啊 蜜蜂惊讶地转过身 马修看了他一眼 我听说 他最近又晕倒了 那个词 又 让他心里一紧 现在想来 南宇镇一直都在担心 翼的健康状况 他真的有那么虚弱吗 虽然他曾看到过 正兵脑袋搬家的幻象 但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死去 蜜蜂皱起了眉头 马修小心地 把由于虚和年糕 装进一个盒子里 一边装一边说道 我希望你 也能照顾一下他 就算他不在我们宫会 他们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晕倒吗 我听说的情况是这样 蜜蜂皱起了眉头 他得再深入了解一下 这件事 唉 一缕缕香烟烟雾 与灰白色的烟灰 混合在一起 然后飘散开来 大海被一层 白色的灰烬覆盖着 早已失去了原本的蓝色 那灰白色的海浪 毫无生气 一次次慢过 他光着的双脚 然后又退去 当这片大海 失去了他特有的咸腥味 蓝色调以及生姬 还能称之为大海吗 尽管他多次试图离开 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 这片大海 年轻人在那里站了很久 任由海浪 打湿他的双脚和裤腿 他那乱糟糟的深蓝色头发 在风中飘动 眼镜反射着朦胧的大海 这时 一个粗哑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怎么 你打算跳进去淹死自己吗 是一个驼背的老妇人 他扎了扎嘴 用满是皱纹的 手朝房子的方向指了指 你有客人 客人 他疑惑地问道 但没有得到回应 仿佛他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 老妇人便一蹶一拐地走开了 年轻人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然后把烟灰弹向大海 接着 他转身背对着那片灰白色的大海 潮湿的烟灰 粘在了他湿漉漉的脚上 海边的小村庄一片寂静 猎人们都在忙着处理大城市里 发生的白话现象 没空关注这些偏远的地方 剩下的村民大多是本地人 他们要么没能力离开 要么对即将到来的末日浑然不知 他光着脚走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 身后留下一串串长长的 灰白色的脚印 男人在一座屋顶成蓝色 覆满灰白色尘土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他能感觉到一种 平时不会察觉到的气息 他是不是应该转身 回到海边去呢 但到现在 那些人肯定已经发现他了 我是在哪里露出马脚的 唉 现在也不重要了 事已至此 只能这样了 他长叹一口气 然后穿过那扇半开着的大门 穿过狭窄的院子 两个黑影坐在门廊上 一个带着防毒面具 另一个带着光滑的黑色面具 那些本该在首尔的人 跑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呢 带黑色面具的男人开口了 他的声音经过了变身和扭曲处理 青鱼 我有件事要问你 年轻人从烟盒里拿出一支新烟 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脸颊都凹陷了下去 透过有划痕的镜片 他深蓝色的眼睛缓缓闭上 他用疲惫的语气回答道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烟雾消散在空气中 但我已经和那种生活告别了 就在刚才在西院工会 男语阵一阵数落 你就非得又去折腾点事出来 是吧 身体不舒服就该小心点 你倒好 跑去惹麻烦 修床的费用我先垫上了 记得还我 还有你 李思英 你怎么不照顾好他 就算你失忆了 也不代表就没事了 你应该把这照顾得更好 他的劳倒十分严厉 训完话后 车一载就被拉去做体检了 男语阵目光犀利地打量着他 至少你身体看起来 已经恢复了 是的 长官 车一载恭敬的双手合十回答道 他之前没意识到 男语阵生气起来 可真是吓人 就连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车一载 都吓得汗毛直竖 男语阵拿着一份文件 朝他挥了挥 眼睛瞪得老大 别再乱来了 你都不知道 反是什么时候就会来 是的 长官 至少你还知道好好回应 现在出去 可别再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 是的 长官 车一载低下头逃出了医务室 走廊镜头的墙边靠着李思英 他带着防毒面具在等车一载 李思英一边笑着 一边把车一载的面具递给他 挨了一顿好骂吧 车一载戴上面具 嘟囔着说 你觉得这得怪谁啊 是因为你突然发那么大火吗 那是谁毫无尊重可言的 朝我扔文件来着 把那张纸给我 我要看看 李思英乖乖地把一张 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他 车一载展开纸条 看了看上面的内容 那些匆匆写旧的笔记里 有些是他知道 有些是他不知道 贤西珍局长在怪物潮中丧生 朴慧金猎人也去世了 不存在波涛工会 于是消失了 轻鱼下落不明 据传前往海南了 郑冰可能知道更多情况 红一诚在制衣山失踪 裴元宇 隶属于觉醒者管理局 徐敏基隶属于觉醒者管理局 崔高耀隶属于HB工会 车一载看向李思英 这家伙收集情报的能力 可真不一般 你什么时候调查的这些事啊 李思英轻轻耸了耸肩 我就问了郑冰 他就都告诉我了 你没威胁他吧 谁知道呢 要是他被吓到了 然后把一切都告诉我 这算不算威胁呢 也是 郑冰肯定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 才把所有信息都给了他 多谢了 郑冰 车一载在看到 朴慧金这个名字时 停顿了一下 然后慢慢接着看剩下的内容 不存在怕多工会 看样子 我在这没创建过他 本来 我只创建了工会 李思英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车一载也没追问 因为他知道 李思英接下来要说什么 李思英创建工会 肯定是为了等他 不管他排名多高 一个人能做的事 总归是有限的 李思英转移了话题 说道 据说 之前就只有我们俩 一起四处闯荡 我明白了 车一载把纸条重新折好 但在地环回去的时候 他问了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我身体恢复了 又怎么知道 我自由了 因为绑的方式 和我绑的不一样 这么短时间就注意到了 车一载眯起眼睛看着他 但李思英满不在乎地回应着 而且 虽说你被绑得紧紧的 但一点也没表现出疼的样子 我就猜你 应该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哦 对哦 尹秋天肯定是在绑他的时候 没控制好力气 匆匆忙忙就绑上了 可他却没觉得特别疼 车一载摸了摸自己的手腕 之前被绑过的地方 留下的红印 已经完全消失了 李思英看了看手机 接着说 我让蜜蜂 把催膏药借给我们 他现在应该正在来 西院工会的路上 你想从哪开始查起 我想见见青鱼 李思英微微歪了头 看起来有点惊讶 我还以为你会说红一诚呢 失去了另一半的青鱼 奇怪的是 他有种预感 觉得自己得先去见他 车一载耸了耸肩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先去那 好吧 那也行 幸好郑兵知道他在哪 车一载视野的一角 红色的数字 160在闪烁着 时间在不停流逝 无法阻挡 车一载抬头看着李思英 但是 你要知道 我没多少时间了 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从身体状况上来说 李思英轻轻哼了一声 微微歪了下头 你就不打算再多解释解释 已经收到一次警告了 车一载再犹豫 是要冒着再收到一次警告的风险 向李思英解释清楚 还是省着点别再触发警告 李思英很敏锐 不用别人说 也能察觉到事情的端倪 能少收到几次警告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车一载摘下面具 轻轻抓住李思英的胳膊 尽可能真挚地看着他的眼睛 那紫色的眼眸 李思英仔细端向着他的脸 然后歪了下头 他 不 他防毒面具的绿嘴 戳到了车一载的鼻子 这是干什么 他是想找茬打架吗 车一载摸了摸鼻子 一脸疑惑 搞什么啊 嗯 你那样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要亲我之类的呢 是这样吗 哦 拜托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车一载朝李思英的腰间捶了一拳 但他敏捷地躲开了 反而抓住了车一载的拳头 他压低声音小声说 你肯定是在说话方面 受到了某种限制吧 这洞察里敏锐的家伙 车一载没有点头 而是晃了晃被抓住的拳头 李思英叹了口气 这混乱的局面 真是没完没了啊 我也这么觉得 车一载点了点头 李思英平静地问道 你还剩下多少时间 现在想来 李思英不也是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人吗 既然他是从我们 那个世界来到这儿的 那应该没必要 在这个话题上绕圈子 反正我们都在 想办法离开这儿 车一载看了一眼 不断减少的红色数字 张开了嘴 但就在这时 第二次警告 不要干扰过去 不要透露未来事件 住 实体李思英 同样属于过去的个体 注意 收到三次警告后 将受到惩罚 红色的文字再次出现 让他说不出话来 车一载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李思英是和我一起 进入地牢的呀 但他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李思英好奇地看着他 车一载都想哭了 该死的系统 终于 车一载能说话了 他只得用之前 和尹秋天用过的 同样方法 思英 嗯 哥 我病房里的 玫瑰花 有多少朵 七朵玫瑰花 回答得毫不犹豫 他居然还记得这个 车一载还没来得及 赞叹他的记忆力 李思英就微微眯起了眼睛 等等 没错 就是这个答案 你该不会是 还剩下七个小时吧 当然不是 车一载懊恼地抱住了头 最后 车一载没办法说出自己 还剩下多少时间可活 只能前往海南的某个地方 李思英猜了各种时间 比如七个小时 七十小时 一周或者七周 但车一载没办法回应 红色的警告信息 一直在他视野里闪烁 所以 他用两根手指 在嘴边比了个X 示意自己不能回答 李思英叹了口气 但也没再追问 不管怎么说 当崔高耀来到西院工会时 他的形象比预想的 要整洁得多 据蜜蜂说 马修不喜欢他的身份 太明显 不管怎样 他一进门 就夸张地呕吐起来 然后就晕过去了 蜜蜂决定带他去制衣山 去见红一城 但就在这时 这气氛 情况不妙 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烟雾消散在空气中 但我已经和那种生活告别了 那个双脚湿漉漉 沾满白色灰烬的年轻人 说完这句话 又点燃了一支烟 他宽松的格子衬衫 都没扣扣子 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 他的裤子又湿又宽松 眼镜上有划痕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是深蓝色 他和车翼仔所认识的 青鱼兄弟 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他是哥哥还是弟弟 他看起来像哥哥 但行为举止更像弟弟 车翼仔看了一眼 坐在旁边的李思英 他很好奇李思英的看法 然而 正拖着下巴的李思英 似乎对眼前的这一幕 漠不关心 青鱼谈了谭言辉 说道 要是没什么要说的 就请离开 等等 我想问点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什么可回答的 他挥了挥手 又试图从前门走出去 他势碌碌的双脚 踩在地上的声音回荡着 我为什么要来见青鱼呢 红一诚可能知道的更多吧 车翼仔想了一会儿 告诉我 鱼氏是怎么垮掉的 青鱼的脚步停住了 鱼氏的白话现象 青鱼兄弟其中一人的死亡 在他的世界里 这些都还没发生 如果他知道了具体细节 说不定能提前阻止这些事 车翼仔从踏踏米上站起来 朝那个停下来的年轻人走去 然而 你们大老远跑来接人伤疤 尊贵的客人们 从他挺直的身姿中 透出一丝讽刺的口吻 青鱼转过身 直视着车翼仔 他浅蓝色的眼睛 映出车翼仔的脸 要是我告诉你们 他摘下有划痕的眼睛 然后 拨开遮住眼睛的乱糟糟的头发 嘴角露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怎么 你们打算拿这个当教训 来做计划之类的吗 他皮肤上 有种刺痛的感觉 一股强烈的恶意 青鱼故意大声叹了口气 把眼镜塞进 无袖衬衬衫的胸前口袋里 然后掏出一只烟点上 那么 西院宫会垮了吗 还是郑冰死了 我想不到 你们会来这儿的其他理由 很遗憾 两者都好好的 李思英替他回答道 青鱼看了李思英一眼 又看了看车翼仔 轻笑了一声 那么 也许 要是李思英都跟着来了 那J 肯定是快死了 车翼仔瞪大了眼睛 什么 这家伙也知道 青鱼弹了弹夹着烟的手 转过身去 不管怎样 我没什么 可说的了 你们大老远 跑到这荒凉的地方来 行吧 那就赶紧平安回家吧 你哥哥 听到李思英的话 青鱼那沾满烟灰的脚停住了 要是有办法救他 你会怎么说 啊 原来这家伙是弟弟啊 就因为眼镜和头发的缘故 我还搞混了呢 那这眼镜 是他哥哥的 青鱼慢慢转过头来 透过垂落在脸上的头发 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怒视着李思英 最后那句话 他咬牙切齿地说着 身后闪烁着诡异的蓝色光芒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开口 李思英把交叉的双腿分开 站起身来 慢慢走过去 低头看着青鱼 就算在这个世界没办法 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有办法呢 你会告诉我们吗 夹杂着白色灰烬的风 轻轻吹着 青鱼默默地盯着李思英 真奇怪 他眯起眼睛 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李思英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温和了 情况不妙 车一载赶紧起身 站到他们两人中间 这小子 最近记忆里有点问题 问题 什么问题 他的状况有点奇怪 他今天是不是显得格外有啥 嗯 是有点 青鱼冷笑了一声 短暂地抬头看了看天空 白色的灰烬 正一点点地飘落 与此同时 李思英低头看着车一载 眼中满是想说 却又忍住的话 青鱼示意他们跟他走 好吧 那就听听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海边的村庄很安静 路上稀疏地堆积着白色灰烬 一朵野花都看不见 几乎没什么人 空房子 比有人住的房子还多 青鱼住的地方 大概就是其中一间空房子 原来的主人呢 青鱼没有回答 他们大概已经死了 或者 也许变成怪物了 他们沿着小路走着 青鱼问道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过得还好吗 不太好 我就知道 没有严厉的局长来维持局面了 是吧 他很好奇 关于这个世界里局长的死 关于他姑姑的死 但他心里也有点害怕 他能问吗 要是又因为问奇怪的问题 而被拒绝回答怎么办 确认他们的死讯可以吗 就在这时 一直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跟着的李思英开口了 局长是怎么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 记忆力有问题 现在突然又变傻了 青鱼难以置信地 看着车一载 车一载只是耸了耸肩 他轻轻拍了拍李思英的后背 以示感谢 青鱼挠了挠头 回答道 在怪物潮期间 为了保卫管理局而死的 你可以称之为 一场防御战 当时觉醒者管理局的 很多猎人都死了 公务员大队 当时在封锁另一个区域 他能活下来 已经很幸运了 你哥哥当时也死了吗 青鱼没有回答 相反 他朝着小路尽头的 白色沙滩走去 车一载和李思英 跟在他后面 他们走在混着灰烬的沙滩上 每走一步 脚下都感觉很奇怪 在轻轻拍打着的海浪附近 青鱼问道 是郑兵告诉你们 这个地方的吗 嗯 他说过 会一辈子保守这个秘密的 真是一个人 都信不过呀 是吧 被白色灰烬覆盖的大海 一点蓝色的痕迹都找不到 码头上停靠的每一艘船 都附满了灰烬 被系着 而且看起来很久都没用过了 鱼网乱七八糟的缠在一起 根本没法用 车一载蹲下来 把手伸进那片白色的海里 他的手拿出来时 上面沾满了白色灰烬 而不是海水 这片冰冷的大海 感觉毫无生机 它就只是存在着而已 轻鱼说道 小心点 你可能会被拖进去 被拖进去 什么意思 你以前没见过白化的大海吧 嗯 这经常晕倒 我猜你们 也没被派到太远的地方去过 轻鱼喷出一口烟 指着白色的海浪 被白化现象影响过的地方 会变成荒地 所以如果大海变成白色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没有鱼 没有生命 它不再是充满生机的大海 而是变成了死水 一条鱼都看不见 只有奇怪的怪物冒出来 人们怎么生存呢 大多数人 不都是靠海为生的吗 偶尔会有救济物资运来 但不规律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 所以我出去找食物 毕竟我是这里唯一的觉醒者 轻鱼交叉着双臂 脸上毫无表情 我母亲的家乡就在这附近 所以我就来了 但是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她说的是张美叔吗 带着灰烬的海浪 拍打着海岸 发出轻柔的沙沙声 车一载静地观察着 这片寂静的大海 奇怪的是 她感觉到 有股气息从海里传来 是从海里来的 或者 用气息这个词来形容准确吗 这片 大海 车一载仔细地看着大海 就像轻鱼说的那样 没有鱼的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 有个白色的东西 在幽深阴暗的水里游动 它 非常大 车一载微微张开嘴唇 她慢慢转过头 看着轻鱼 轻鱼的侧脸 看起来异常苍白 像覆盖着一层灰 察觉到她的目光 轻鱼转过头来 微笑着 J 吃过怪物吗 哈哈 没别的东西吃的时候 最后就只能吃那个了 总比吃人好吧 我是说 海里的怪物 多少有点像鱼 一个巨大的黑影 在白色灰烬下 悠闲地游动着 轻鱼毫不犹豫地 朝着大海走去 她的裤子湿了 然后海水漫到了她的腰部 她继续往深处走去 车一载正要跟上去 却被李思音紧紧拉住了 你要去哪 你没看见吗 在那里 我知道 她也知道 轻鱼站在海里时 有一些又细又白的东西 缠绕在她的身上 她轻轻抚摸着 缠绕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轻声说道 你问过于是 是怎么垮掉的 于是 是靠我哥哥的力量 维持着的一个空间 但后来白化现象 也蔓延到了陆良精 一个人怎么能阻止 一场自然灾害呢 于是垮了 她的主人 也就是我哥哥 也被白化现象吞噬了 变成了不再是人的东西 就是这样 没别的了 轻鱼笑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家了 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在白色灰烬下 那个巨大的影子舞动着 原本平静的大海 因为她的游动 而泛起了涟漪 随着轻鱼的衣服被禁湿 她的皮肤若隐若现 轻鱼仔突然意识到 在轻鱼的衣服下面 她的皮肤上 已经隐隐出现了鳞片 白色的鳞片 轻鱼仔一时雨色 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她已经和大海融为一体了 轻鱼轻笑了一声 张开双臂 抱歉 没帮上忙 但你还是个人啊 没有治愈的办法吗 你还没有完全变成那样 是啊 这个世界的南语镇 不是一直在研究什么东西吗 轻鱼仔急切地问道 轻鱼却只是耸了耸肩 嗯 谁知道呢 就算有治愈的办法 我也不觉得 我会想要她 我觉得你会理解的 轻鱼盯着李思英看了一眼 然后向前迈了一步 往海里走得更深了 轻鱼仔绝望地看着李思英 喂 你就打算这样让她走吗 你真的要让她就这么走掉吗 李思英没有回应 但她也没有松开 抓着轻鱼仔胳膊的手 轻鱼仔咬紧牙关 然后 她果断地甩开了李思英的手 她抓住李思英的胳膊 低声说道 我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 说完 轻鱼仔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海里 冰冷的海水 拍打着她的双脚和双腿 轻鱼仔毫不退缩 继续向前走去 哗啦 哗啦 当海水没过她的腰部 就像刚才轻鱼所处的位置时 她突然转过身来 李思英站在海浪轻浮沙滩的海岸线上 注视着她 她已经摘掉了防毒面具 她黑色的卷发和长款外套在风中飘动 她看起来 我不能去 如果我进去 哥哥你可能会死的 她看起来是那么孤独 她在西海等我的时候 也是这副模样吗 轻鱼仔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仿佛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她扯下面具 用力朝李思英扔去 李思英反应迅速 接住了面具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轻鱼仔指着她说 我会回来的 等我 说完 轻鱼仔继续向海里走去 白色的灰烬和冰冷的海水 似乎黏附在她身上 拖拽着她往后退 当海水漫到她的脖子时 她深吸一口气 然后完全潜入了深水中 而独自留在岸上的李思英 她用手指轻轻抚过面具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嘴唇贴了上去 被白化现象侵蚀的这片大海 不过是一潭死水 原来 她说的是这个意思 这里没有海藻 鱼类 贝壳的踪迹 没有任何你能在海洋中预期看到的东西 海底甚至连沙子和石头都没有 只有一片空旷 只有漆黑无光的海水 这里同样是一片荒地 一个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存活的地方 不管车鱼仔有多强壮 她在水下也坚持不了太久 幸运的是 不远处有个东西在微弱地闪烁着 正是轻鱼之前 穿的那件格子衬衫的颜色 车鱼仔以最快的速度朝她游去 轻鱼脸色苍白如鬼 正不断下沉 身体瘫软 毫无生气 我绝不会让你死在这儿 就在她伸手去抓的时候 视线里出现了一个东西 是一个系统窗口 警告 此操作将覆盖之前记录的记忆 后果未知 仍要继续吗 继续 我当然要继续 车鱼仔使出全身力气 抓住了那件格子衬衫 就在那一瞬间 闪烁的警告窗口突然变换 一道耀眼的白光迸发而出 只有这样我才能 这次可别失败了 车鱼仔猛地睁开眼睛 那道光亮如溶雪般消失了 只剩下贪软的轻鱼 那个声音 难道是红一成呢 但她现在必须把这些想法抛到一边 把轻鱼从水里救出来 才是当务之急 她还有呼吸吗 车鱼仔把轻鱼夹在左臂下 用力蹬腿 向上游去 就在这时 警告 将对修改记忆的行为进行惩罚 注意 系统正在施加身体惩罚 体力削弱 什么 轻鱼和车鱼仔的四肢 都变得越发沉重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在渐渐流失 不 这不可能 系统在干什么 她疯了吗 为什么是现在 无论她怎么奋力挣扎 都被越拖越深 该死 车鱼仔咬紧牙关 不肯放弃 她不会让自己淹死 也不能抛下轻鱼不管 不管怎样 她想起了站在沙滩上 看起来那么孤单的李思音 她不能再次消失 把李思音丢下 她答应过会回来的 车鱼仔的眼睛闪过蓝光 就在她紧紧抓住轻鱼的时候 咚 她的脚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 嗯 车鱼仔低头看去 在漆飞的深处 有个白色的东西在漂浮着 轻轻冒着气泡 有什么东西拖住了她和青鱼 正慢慢地把他们往水面上推 她俯身摸了摸脚下踩着的东西的表面 她光滑而冰冷 车鱼仔呼出憋在心里的那口气 她的声音消散在气泡中 你是她哥哥吗 她脚下踩着的东西 微微颤抖了一下 透过追踪之眼 她看到在自己下方的海里 有个巨大的东西在游动 那不是鱼 而是一只进化成鱼形的怪物 她曾经很可能是个人类 车鱼仔闭上了眼睛 即使是变异的怪物 也会有感情吗 就这一次 她愿意相信是有的 在她快要憋不住气的时候 他们终于伴随着一声水花 渐气的声响 冲破了冰冷海水的水面 嗨嗨 随着一声水花声 冰冷的海水 再次将它们浇湿 两人都摊倒在潜水区 幸运的是 这里距离海底足够近 能够触碰到 车鱼仔咳嗽着 趴在地上大口喘气 就在她刚缓过气来的时候 一只小心翼翼的手 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没事吧 车鱼仔眨了眨朦胧的眼睛 抬头看着满脸担忧的李思英 她半跪在海水中 完全不在意 自己湿透的外套和裤子 车鱼仔擦了擦湿漉漉的脸 瞥了一眼躺在一旁 望着天空 眼神茫然的青鱼 她用下巴指了指青鱼 她还活着吗 我觉得她还有呼吸 她居然活下来了 看她就那样躺着 我还以为得给她做心肺复苏呢 李思英的脸色一沉 想都别想 只是个想法而已 行吧 我可不能让她死 对吧 车鱼仔试图站起来 却摇摇晃晃的 差点向前摔倒 不过这次 有一只稳稳的手臂扶住了她 李思英眯起了眼睛 又来 嗯 又来 车鱼仔一开视线 避开了她的目光 李思英扶着她的手臂 变得轻柔了一些 你是不是真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死在哪 你在想什么呢 李思英的声音 因为懊恼而提高了 但在寒冷中 瑟瑟发抖的车鱼仔 几乎没怎么注意到 这是什么感觉 这不像被李思英的 气势压倒时的感觉 而是 寒冷 哦 我只是 冷 拥有普通人的身体 还真是不方便 车鱼仔吸了吸鼻子 思英 什么 我冷 该死 李思英低声咒骂了一句 脱下自己的外套 紧紧地裹在车鱼仔身上 然后把它抱了起来 车鱼仔摇了摇头 试图甩掉潮湿头发上的水珠 李思英皱起了眉头 你是狗吗 别动 又没毛巾 它自己会干的 在你感冒之前可干不了 我都不记得 上次感冒是什么时候了 可能是很久以前了吧 嗯 今天可能就会感冒 所以别动 思英 什么 你能把青鱼也带上吗 它是个觉醒者 在那躺一会儿没事的 你要解 李思英抱着车鱼仔 走过海岸线 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在海滩边的一堵 挨水泥墙上 它在自己的物品栏里翻找着 拿出各种布料制品 堆在车鱼仔身上 嗨 重了 车鱼仔缩了缩身子 够了 你确定你没事吗 嗯 再堆下去 我要被压垮了 它本来只是开个玩笑 但李思英却一脸严肃地 拿掉了几件东西 仔细端向着车鱼仔的脸 车鱼仔尴尬地笑了笑 只是个玩笑 对不起 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但真的很重吗 当然重了 李思英哼了一声 车鱼仔看着他走远 然后提高声音喊道 李思英 什么 李思英回头看了过来 车鱼仔费力地抬起右臂 挥了挥手 我回来了 李思英用手里了李凌乱的头发 然后大声叹了口气 好像是要确保车鱼仔能听到似的 慢慢地 他朝那片白色的大海走去 去把车鱼仔从深海里 救出来的青鱼带回来 尹秋天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寂寞生又熟悉的天花板 一座破败的图书馆 到处都堆放着书籍 穿着白大褂的人们 忙碌地穿梭其中 这是末日世界里 西院工会的图书馆 对 只是一个记忆碎片 尹秋天很快就适应了过来 最近 尹秋天看到这个破败世界的 记忆碎片的频率 比以前高了 是不是另一个我有什么话想说呢 要是能直接交流就好了 他叹了口气 朝接待室走去 房间里 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沙发上 旁边放着没动过的茶点 尹秋天清了清嗓子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微笑着 他的嘴巴 几乎是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尹秋天 我在西院工会 和南宇镇博士一起工作 却也跟我提起过你 那个戴着深色帽子 帽颜压得很低的年轻男子 只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 他帽子下的头发 是深电蓝色的 尹秋天若有所思地 翻了翻白眼 这肯定是 却也还活着时候的一段经历 这个人是个猎人吗 还是只是害羞呢 幸运的是 他脑海里的另一个声音 给出了提示 嗯 这只说过你是个猎人 但没说你的名字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尹秋天伸出了手 年轻男子盯着他的手 看了一会儿 最后才握住了他 轻鱼 他的手冷得刺骨 就叫我轻鱼吧 尹秋天又睁开了眼睛 迎接他的是 白色的天花板 这是 他在普罗米修斯 总部房间的天花板 他一坐起来 就扫视了一下周围 谢天谢地 佳音不在这儿 尹秋天松了口气 终于呼出一口气 然后搓了搓手 他似乎还能感觉到 那只冰冷的手 轻鱼 嗯 他翻了翻白眼 自问自答道 尹秋天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呢 没有回应